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全台经济 部分劳工冲击证据 行政院任务委员龚明星 协同劳动部长许明春 12号下午前往一家旅行社 了解劳动部充电再出发计划的实施情形 龚明星会后透露 劳工纾困贷款10万元方案 本日申请建树就会达到50万件目标 后续也确定要再加码名额 但是我们还是跟这个部长讨论过以后 决定会再加码 那这个加码的额度 我想部长很快的明天 会在我们的这个纾困平台会议 来做一些讨论就会提出来 所以确定会加码 但是实际的这个加码的额度 我们让这个劳工部再想一下 明天他就会提出来 就会有结果 至于交通部 拟推出振兴国旅三阶段 第一阶段为防疫旅游 龚明星则说 这一阶段规模并不大 属于彩线示范性质 如果条件允许就会推下一阶段 那交通部也会思考就是说 如果这个疫情慢慢的受到控制 也没有发生什么样的 所谓的这个社区群聚感染的现象的话 那很快的就会推出下一阶段 大概是这样 还是要看这个条件 那当然他们有设想一个时间点 不过这个还是要看 实际推动的一些条件才来看 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批评 行政院长苏贞昌纾困59分 龚明星也回应 每个人都可以打分数 予以尊重 不过前几天 有民调给予苏贵相当高的评价 他认为民调比较有客观的科学依据 他还说苏贵强调 任何声音都会聆听 有做不好的也会改进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 郑湘云 谢嘉欣采访报道